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留给他买名牌包 如今李嘉欣从普通家庭变为豪门阔胎 这一路上他又经历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1970年 李嘉欣出生于一个中普结合的家庭 母亲是中国人 父亲是葡萄牙人 两人结婚后 生下了两个女儿李嘉明和李嘉欣 父母的感情不好 在李嘉欣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抛弃了他们母女三人 李嘉欣痛恨父亲的无情 从那以后也不再和父亲联系 在被丈夫抛弃后 李母为了养活两个女儿 一天打两份工 1973年 李母带着三岁的小女儿李嘉欣 拍摄了第一个婴儿广告 从那时候开始 李母就知道 女儿的混血颜值可以当饭而吃 凭借着这股韧劲儿 李母将两姐妹送进了香港的知名女校 在读书期间 李嘉欣经常被星探拦住 问她想不想拍电影 电视剧 当时的李嘉欣都一一拒绝了 那时候的她 只想当一名空姐 随着女儿们的长大 家里的开支也越来越大 李嘉欣不得不开始半工半读 兼职做广告模特 来缓解母亲的压力 1988年 18岁的李嘉欣 在朋友的鼓动下 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 本来是无心之举 却彻底改变了嘉欣的一生 在这次的香港小姐选美上 敬畏天人的李嘉欣 获得了冠军 及最佳上镜奖 有人甚至称她为 史上最美刚姐 拥有惊人美貌的她 凭着高颜值 拿到了进入娱乐圈的入场圈 紧接着又顺风顺水的 和张国荣 王祖贤 李连杰 林青霞 刘德华等大咖 共同出演了 《倩女幽魂2》 《人间岛》 《笑傲江湖2》 《东方不败》 《补城大亨》 《二之至尊无敌》 《方施玉》等经典电影 在这些电影里 李嘉欣的演技 基本上没有 只是站在电影里 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导演们也乐于把这样的花瓶 剪辑在电影里 但比起她在电影里的角色 吃瓜群众最津津乐道的 还是她的感情史 1988年 李嘉欣通过拍广告 认识了倪震 两人很快相恋 说起倪震 可谓是香港名流之后 父亲是香港科幻小说家 倪邝的儿子 姑姑倪书是著名的作家 倪书的小说作品 或许大家不熟悉 可是 由她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 《流金岁月》 许多人一定看过 所以 当得知自己的侦儿 和李嘉欣谈恋爱时 倪书这样评价李嘉欣 美则美矣 毫无灵魂 言外之意 就是骂李嘉欣 空有一副皮囊 没有任何内涵 家人反对 加上李嘉欣越来越红 倪震随和李嘉欣分手 分手后 倪震转身爱上了 新一代孕女掌门人周慧明 而李嘉欣也不甘示弱 她成功俘获了一个富豪的心 这个富豪便是刘鸾雄 说起刘鸾雄 她的风流史 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了 在她烈焰的对象中 都是在香港娱乐圈中 名字叫得响亮的女星 比如 关芝林 蔡少芬 红金 刘鸾雄是钻石王老五 有钱 有钱 还是有钱 最重要的是 她肯为每一个情人花钱 和李嘉欣交往后 刘鸾雄名牌包包 好车 好房 轮番上阵 哄得李嘉欣娇羞不已 她更加认定 刘鸾雄是自己人生中的真命天子 但真命天子 却不知李嘉欣一个情人 刘鸾雄风流成性 方场作戏 只要看到美女 都是挥尺方球 速度拿下 可李嘉欣不在乎 她愿意做刘鸾雄众多情人中的一员 不过 随着和刘鸾雄相处的时间越长 李嘉欣想要的越多 她想赶走刘鸾雄的发妻保永勤 说起来 刘鸾雄的原配保永勤 也是大度能容 丈夫在外 菜气飘飘 她稳坐钓鱼台 不仅不生气 还和刘鸾雄的情人们玩得不错 但是 唯独对于李嘉欣 保永勤是恨之入骨 这因为李嘉欣太过分了 李嘉欣不仅不把原配保永勤放在眼里 而且经常在三更半夜 给保永勤打电话 替刘鸾雄保平安 有时候 还辱骂保永勤 在明明知道 刘鸾雄在家里的情况下 李嘉欣还故意打电话过来 公然调情 事情演变到最后 李嘉欣开始逼迫刘鸾雄离婚 但刘鸾雄怎肯 这倒不是因为对保永勤有感情 而是他不想被束缚 李嘉欣从19岁跟着刘鸾雄到30岁 眼看着大好年华逝去 却不能加入豪门 随赶紧调转船头 和刘鸾雄分手后 李嘉欣迷茫过一段时间 他和小五岁的男模特陈平之交往过 可又减入奢依 又奢侣减难 习惯了豪门生活的他 难以再过回普通人的生活 这段姐弟恋仅仅维持了半年 便宣告结束 之后的他 又和香港首富李嘉诚 穿出了桃色绯闻 一些媒体甚至爆料 李嘉诚原配庄月明的死亡 和李嘉欣脱不开关系 事情真真假 只有当事人知晓 只不过 即使绯闻缠身 李嘉欣依然不缺乏爱慕他的人 在众多的爱慕者当中 就有许晋亨 说其许晋亨 四个字就可简单概括 豪门废物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 最早取的是豪门联姻的何超穷 何超穷是赌王何鸿燊的爱女 其出身不可谓不好 难能可贵的是 何超穷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能力超强 把家族的事业 打理得井井有条 相比之下 整天深陷各种桃色绯闻的许晋亨 就显得十分无能 久而久之 夫妻俩貌合神理 许晋亨到了后期 完全放飞自我 和各色美女偷偷约会 何超穷也懒得管他 毕竟对他来说 挣钱才是王道 在这种情况下 李嘉欣趁机而入 何许晋亨打得火热 不久 一张张机文照片 被登上了香港各大头条 李嘉欣被骂作是之三当三 毫不底线 面对媒体们的口诛笔法 李嘉欣一点都不怕 继续何许晋亨 把狗粮撒 遍香港的每个奢华场所 忍无可忍的何超穷 终于和许晋亨提出了离婚 2008年11月23日 步步为营的李嘉欣 终于成功加入了豪门 媒体系称为 豪门公车驶入了豪门 李嘉欣不理媒体们的讽刺 专心在家和许晋亨造娃 2011年2月8日上午 他生下黎明南海 终于坐稳了豪门扩胎的位置 如今的李嘉欣 已经不再拍戏 每个月和许晋亨 从家族信托里 领取200万元的生活费 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 虽然生活费这件事情 一直被同辈豪门中的人嘲笑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 夫妻俩痴痴呵呵 玩了秀恩爱 如今他们结婚已经有14年 许晋亨没有再去沾花惹草 一心守着李嘉欣 看样子貌美的李嘉欣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归属